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饿了 我想吃排骨 还有红烧肉 还有大猪蹄 还想要你 给我送过来 这怎么跟我家的不太一样 今天是十月十二号 天气晴 微风 很高欣赴大家 享受在笑颜之声 常常在一座城市里 有这样一句话 人世间的事情 莫过于此 用一个瞬间 来喜欢一样东西 然后用多年的时间 来慢慢讨论自己 但是呢 我也喜欢这样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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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奖牌 你自己保管好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在我的见证下 得到的第一枚奖牌 意义重党 开个玩笑 其实我觉得就算是第二名 对你来说也很有意义 你不用因为我喜欢 就把它给给我 再说了 其实我喜欢的 也不是奖牌本身 我 你喜欢 我没有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 我发誓 发誓 我今年才十六岁 我 我 开满目睛的阳台 装下的一朵朵 期间快要见你紧张的一花 问得这么突然吗 很突然 那你怎么说的呀 我跟他说 我才十六岁 我没想过这些问题 你十六岁 人家张不让就六十岁了吗 你别光顾着笑你 你帮我分析分析 他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先做好准备 你我多年必须看小说的经验 你一般问出这句话 只可能是小说出 我喜欢你 或者 我不喜欢你 你干嘛看不起第二名 你干嘛看不起第二名啊 没有 第一名才有意义 怎么会 第一名第二名都很有意义 我要是上场 就算得了最后一名 也会觉得自己很棒 所以 你很厉害了 不过 你这个银牌 看着像绑了一条红领巾 这一条红领巾 还挺好看的 我会留一床边 陪晚风吹拂的我 你要是喜欢 就送给你了 总有遗憾 是擦肩还是路过 但总在我身边漂泊 下雨总会错过落叶的沉默 苏再太 拍合影了 快来 哦 来了 那我先走了 晚上等我啊 一定等我啊 那不是赵路上的奖牌吗 对啊 张老师 你怎么把你的奖牌给别人了 他喜欢 我整理的经验都讲得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可以去酒班问我 你好 我有个问题 这个可以跟我讲讲吗 我 我 我问 一个一个问 我一个个回答啊 平常张老师讲课 也不像他们这么人 哎 你说我现在再去找苏再子博英语 还来得及吗 晚了 为什么 他给我补课 都是一对一 苏再子 回家了 来了 那个 下次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好好说 我先走了 拜拜 你等等我 让让 你跑这么快 是不是怕他们都找我补习 我就不管你了 没有 有也没关系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你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才十七岁啊 的确啊 你这个年纪 确实不多见 怎么办呀 哎 叔叔 您可千万要给我保闭啊 小燕家 顾然 小燕 小燕 是不是你妈 让你给我送钥匙来了 我早上走都走 急 爸 先别说话 之前是我不懂声 惹你生了不少气 我给你道歉 其实 你上次买的零食 是我偷吃的 新买的水杯 也是我打碎的 你上次体育课 被砸的篮球 也是我抛的 对不起 我说呢 那几天怎么那么倒霉 原来是你 多久了 什么多久了 你们刚刚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这人怎么拖听别人说话呀 我不听 我不听 你是不是大家一直不跟我说 我跟你说这些干吗 你生病这么大的事 我以后见不到你怎么办 你怎么 庞主任保持得更好啊 一看你 你肯定是平时经常运动啊 这都是肌肉啊 假手了 这腿也太长了 一条顶我两条长啊都 你说你这怎么跟你跑 谁能跑得过你呀 我这个人就喜欢运动 就爱玩球 是吗 我也喜欢啊 您平常玩什么球 悠悠球 我儿子爱玩 那我就陪着他玩 那就是一个练 这 哈 我儿子爱玩 我儿子爱玩 一排 来 来 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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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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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你们啊 就缺少锻炼 不是我们缺少锻炼 是 你跑得太快了 你看给林老师累的 都快断气 不是擦气了 太可不错 快累给我 快累给我呛 你跑累的 差气 但是不能泄气啊 是 是 小肖啊 你追不上我正常的 去年我又是第一 是 是 以后啊 你们要加强锻炼啊 现在年轻人啊 赛赛 您的脚怎么样了 这几天爸爸接你放学啊 上下班又不顺路 我原来那个道啊 就是修路 要改道的话正好路过你们学校 对了 今天我路过他们学校的时候 我就看见一个男生带着一个女生 而且穿着校服 这才多大呀 赛赛 你可不能跟他们学啊 尤其现在小男生 那可会花言巧语了 那 那骑车带人语又说明不了什么 说不定是 是人家受伤了 走不了路了呢 我再说了 你也不能因为人家长得帅 就说人家花言巧语了吗 也有道理啊 你怎么知道那个男生的长相 我猜的 因为我们学校帅哥还挺多的 那个 我明天运动会 我先休息去了 我